这就是这样的 然后 每天两次 她说您啊 每天要用这个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的擦牙 一天要两次才行呢 老佛爷 以前咱们用青岩擦牙太硬了 以后您换了这个 保证您的牙又亮又白呢 嗯 这羊小子的牙还真不错 我感觉像是在市场 如果我穿了鱼 你会买我吗 她说什么 嗨 女士康格 嗨 凯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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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说明天 你会去夏天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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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现在是美国公事馆的正式职员所以没有人敢抓我 你这两天干嘛呢 啊 啊 我父亲啊 在外务部同门馆为我谋了份传译的差事 sc 大清国的正式官员 Ara 没有人敢抓你啊 可我到现在啊 还没有去报到英差呢 是吗 为什么 一天去了颐和园 我正好看见你的两个妹妹 别给我提颐和园 一提颐和园我就生气 甲午一战 大清的海军几乎丧失殆尽 这些年好不容易积攒下一切 恢复海军的经费 却被皇太后拿去修了园子 我还想问你一下 你两个妹妹 叫什么名字 小妹妹叫容领 大妹妹叫德领 德领 德领 就是因为知道了有那笔经费 所以啊 我父亲叫我在国外学了海军 可谁知回国后 问你一下 你两个妹妹是 总是必须得住在医合园 还是有假期 可以回家 家里有事的时候 可以给皇太后请假 我报国无门呀 现在的中国 有实业救国的 有教育救国的 有科学救国的 有科学救国的 而我想 艺术救国 我喜欢照相 在国外的时候啊 我拍了不少照片 二位您的茶来了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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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叹国事 磨叹国事啊 那你两个妹妹那么漂亮 肯定经常做你的模特 我给德领啊 倒是拍了不少肖像 兄弟 我告诉你 我也特别感兴趣摄影 要是行的话 我可不可以改天 看看你的作品 当然可以 我想在京城 开一家照相馆 这是个好想法 可是我没有钱 没钱 我有 我可以借给你一些 真的吗 真的 艺术救国这个想法 真的很好 我应该置之 我已经听熏灵 说了你许多事情 我也知道 你对德领的心意 按照中国的传统 女儿结婚 必须要经过父亲的同意 你能理解吧 我非常理解你的意思 玉太太 我和德领都渴望 得到您和父亲的同意 我跟您说 我保证德领跟我在一起 肯定会幸福 孩子 我相信你 可是 可是什么 德领已经向他父亲保证 他至少要在宫里服务两年 为什么 因为他和容林 从小获得的教育和幸福 超过了一般的满足女孩 所以 他要给国家的回报 必须比其他女孩要多 我们老爷 是清朝的大臣 所以 我们不属于自己 是属于朝廷的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的孩子们也不能忘记 我这样说 你能明白吗 玉太太 我不明白 我觉得婚姻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两个人相爱 这是对普通人来说的 可是德领 她不是普通女孩 她是慈禧皇太后 清风的御前女官啊 可是她并不幸福 难道你们宁愿让她 痛苦地去做女官 而牺牲她的幸福和自由吗 她们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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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 可能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我没有任何更多 那是什么 你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深地欠你 但是亲爱的凯文 你知道吗 我选择留下 真的也是为你好 我不想让你 因我而受到更大的伤害